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今天我来到了全国百强县级市排名第四的福建晋江市 这个地方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它诞生了太多的知名企业 这个位置呢是晋江的世贸玉龙湾 这下面有个湖叫做晋阳湖 这周围的楼盘呢在晋江也是比较出名的 是一个很好的地段 前面全是别墅群啊 据说在那个位置有十栋别墅是晋江市十大人物所居住的 晋江2019年的GDP达到了2546亿元 无论是从它的经济和城市建设 都可以说是超过很多地级市的 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得了啊 遍地都是工厂 被誉为中国邪都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 晋江市属于泉州市管辖 而且它与泉州的联系呢是非常紧密的 中间只隔了一条江 这条江呢也叫做晋江 这会儿呢是下着点小雨 这个雨是过路雨啊 晋江市有哪些知名的企业呢 我简单地跟大家说几个啊 排名第一的就是恒安集团 这个恒安集团是做日用品的 我们经常用到的纸巾啊 像新香印包括女性的一个知名品牌 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安踏特步361匹克 红杏尔克乔丹贵人鸟七匹狼九木王 利狼男装进霸男装盼盼食品等等 这些呢还只是一部分啊 当然这些品牌呢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啊 能够经常见到和用到的 前面是荣誉国际酒店 这旁边还有五月广场和万达广场 万达广场呢往前面走一点就到了 这条路是晋江的世纪大道 双向石车道的修得十分的漂亮 中间还有很大面积的绿化 看一下晋江马路两边的绿化 做的也是非常漂亮呀 晋江是闽南金三角的核心 与台湾呀一水之隔 素有全南佛国海滨兜鲁的美誉 而且它也是中原文化 海洋文化 闽南文化 华侨文化 宗教文化等多元文化相互交融 相应成辉 这一块就是晋江的万达广场区域了 占地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它是包括休闲娱乐购物 商务协子楼 住宅楼等为一体的 听说目前也是晋江比较火的一个地段 四五年前我来晋江的时候 应该是阳光时代广场那个位置比较火 现在好像也有夜市吧 晋江级的华侨也比较厉害 前两天我在厦门拍的SM城市广场 就是菲律宾华侨 它老家就是晋江的 创办的SM城市广场 包括宝龙城市广场呢 也是晋江级的老板创办的 非常厉害吧 这条世纪大道赤路量也非常的大呀 今年的十月份啊 晋江会举办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现在体育馆已经建好了 晋江的房价听说也是在一万多吧 晋江市是非常有钱的 看一下万达广场门口这一块 停的全是奔车宝马路虎这一些 它的经济好自然也离不开 大量的人才和外来务工的朋友们 很多朋友在这里工作 也有创业的 也有一部分 外来的朋友呢 在这里混的也很不错 这是万达的室外商业街 看一下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 还没到点了 再过两个小时吧 这里将是人山人海的 晚上的时候啊 会更热闹 行 那这个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我等一下要去晋江的五殿市看一看 晋江市中国协度和品牌制度